有美食車經營者說 部分停泊點沒什麼人漏 蘇錦良說 會容許美食車按情況轉到 有舉辦活動的場地經營 美食車計劃試行了兩個多月 今天有第十二艘美食車投入服務 美食車計劃推出以來反應一般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說 過去兩個月 有兩艘美食車的總收入達到七八十萬 而平均來說 每日營運額由三千至二萬五千元 其中四個停泊點 包括啟動九龍東一號牆 海洋公園 金字經廣場 和中環海濱 出現顧客不足不穩定的情況 當局會給這些美食車 當在亞博館和科學園舉辦合適活動 人流較多的時候 按意願轉去有關場地營運 亞博館經常都有很多大型的會展活動 參與者都有很多 這個就是當會有合適的會展活動的時候 這兩個場地都可以去抽調一架的美食車 在每兩個星期的營運期內 第一個星期 到亞博館去營運 增加營運的空間 和彈性 有美食車負責人相信 新安排有一定好處 另外當局也容許美食車 申請去到旅法局城市 和據本地特色的旅遊活動場地營運 這些措施會在五月底開始陸續推出 香港電台記者有沒有封不倒